一提到敦煌,老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因为那是我们民族的伤心地 1900年,敦煌藏金洞被发现 英国人斯坦英骗走了敦煌珍贵文物29大乡 回到英国却被尊封为最具国际精神的考古学家 法国人薄熙和骗走了最精华的金书6000卷 日本和尚也组团来骗走了500卷金书 还说后悔来晚了 美国人用化学药水沾取了26块壁画 给我们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本该属于我们的敦煌文物却有80%流落到世界各地 日本学者更是说了一句扎心的话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我曾接待过敦煌研究院的研学团队 有幸进入过敦煌很多的洞窟 1000多年来百姓在高70米长1700米的断崖上 造了735个洞 画了45000平米的壁画和2400多座彩塑 这就是敦煌墨高窟 敦煌研究院给我寄来2023年敦煌日历的时候 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想起了很多人 敦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长书宏 这个当年跟徐悲鸿齐名的天才画家 从巴黎回来却一头扎进敦煌 妻子因为太艰苦抛弃了他 他退休时已经78岁 无数大画家为了敦煌放弃梦想 只为修复林陌敦煌壁画 一幅壁画往往需要一个国宝级的画师画上几年 日历上春节当天的壁画是最美的菩萨像 跟57号洞窟的原作比起来 画师们恢复了他的盛世容颜 一下子年轻了一千多岁 日历非常精美 全都是艺术家临摹的敦煌壁画 可他们的付出和回报却有着巨大的落差 由敦煌研究院出版的敦煌日历 我真希望他大卖 或许能让那些在大漠中孤独一生的艺术家们 得到一点微薄的回馈 每一个中国人都值得收藏一本敦煌日历 因为能传承敦煌文化的 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 这是520当天的日历 一对大象 祝你马上有对象 一日一图 一年下来 我们和尚日历终于可以自信地说 敦煌学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里 去过敦煌的人都知道 排很长时间的队 只能看四五个洞窟 走马光花根本看不够 也许五十年之后 敦煌墨高窟将永远消失在黄沙当中 而这本日历 能让全世界最美的艺术 不再被大漠封存 你可以把它带回家放在身边 每天都能跟敦煌相遇 日历的外包装用的是仿骨负金法 仿佛泛着大漠的金色光芒 摸上去仿佛是敦煌的金沙 如果去不了敦煌 那就把它带回家吧 用手机看日子 一天天过得没有任何痕迹 而这本日历 却让生活充满仪式感 让我们每一天 都有了踏实的存在感 敦煌日历最打动我的 是五百强盗成活图 让我想起骗走我们敦煌文物的那些强盗 成活前被处以酷刑 被挖掉双眼 被抛进虎豹出没的深山里 而放这张图的那一天 正好是四月一号愚人节 中国唯一禁止男人入内的地方 你知道是哪里吗 它是世界上女性出家人数最多的地方 男人给再多的钱都进不去 三万多名妙宁少女在这里生活 与世隔绝长达三十五年 这里地处高原深处 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只能够住在这个火柴盒大小的房子里 这里被誉为现实版的西凉女儿国 她就是位于四川甘孜百玉县的亚青寺 每次有女性来这里 都得自己搭建一座眼前这样的火柴屋 条件好的用木箱铁皮 有的只能够用布或者是塑料膜 长宽高都只有一米左右 人进屋都得低着头 就这样从一开始的几十个人到现在已经有三万多名女性生活在这里 这里的女性全部都抛去了红尘俗室 自愿来这里苦修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绝木 这些火柴房全部都与世隔绝 搭建在河中间的小岛上面 河水环绕四周 只有两座桥通往外界 一旦上了岛就等于断了城市的园 这里的条件非常艰苦 每个月只有三百元的念经费 女孩子们不能吃肉 每天除了修行 更要做许多粗活纵活来维持基本的生存 戒律也非常的严苛 不能跟男性接触 晚上不可以外出 不可以进食 每年到了冬天 还有一次百日的闭关考核 冰冷刺骨的冬天里面 他们只能够住在这个跟火柴盒一样大小的房子里面 忍受着天寒地冻 闭关整整九十九天 不能说话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打坐 这种类似苦行僧一样的修行 常人根本就无法理解 然而来亚青寺修行的女孩却越来越多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如果给你一间火柴房 你能够在这里面住多久呢 关注罗飞飞 左不出户游世界 中国最神奇的村子 当个秋千就能出国 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中国 早上却被国外的鸡民叫醒 村里的人随意出国回国 它就是位于中国云南省瑞丽的银井寨 中国和缅甸的国境线设立于此 村子被一分为二 出现了一寨两国的神奇景象 在中国的部分叫银井寨 而缅甸的部分叫芒秀寨 更神奇的是 这里的国境线竟然只有竹棚和水沟 被称作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境线 中国的瓜藤爬到了缅甸 而缅甸的积压跑到了中国来生蛋 这样的国际纠纷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村里的大黄在两国之间穿行 每天都享受着出国的待遇 这里有世界上最贵的国境线 用5068枚玉石打造 黄色部分是中国 代表辉煌与博大 白色的是缅甸 代表着简单与纯粹 这里有一座堪称世界上最贵的桥 由7777块翡翠玉石镶嵌的跨国桥 边境线上有一处跨国秋千 坐上去轻轻一荡 前一秒还在中国 后一秒就到了缅甸 边境线的中间还有一口水井 石碑上刻有中缅两国语言的名字 水井的一侧在中国 另一侧在缅甸 几十年来两村的人供饮着口井水 可谓是一方水土养育着两国的人民 由于缅甸的教育相对落后 盲锈寨的村民都把孩子送到 营井边房小学来读书 教科书有两国语言边写 放学后再各回各家 而营井寨的人也经常会跑到盲锈寨 去买个早餐再回来上班 两国的村民经常会出国互相串门 完全没有国境的概念 如果让你去这个村子旅游 你最想和谁一起呢 关注罗飞飞 走不出互游世界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有多大 说出来你可能会被吓一跳 占全世界总面积的九分之一 相当于两个美国 24个法国 48个德国 70个英国的面积 东西跨度9000公里 坐飞机要飞10个小时 宽度4000公里 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南北跨度 它就是中国和北欧仅有一国之隔的俄罗斯 横跨欧亚两个大陆 绝大部分的领土在亚洲 却是一个欧洲国家 这么大的面积 人口却只有1.46亿 和我们广东省的人口差不多 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9个人 你以为俄罗斯地广人稀没什么看的 但真实的俄罗斯 美景可以媲美瑞士 极光不输芬兰 教堂不输意大利 宫殿不输法国 世界上最深的湖泊 贝加尔湖 世界上最长的内流河 福尔加河 亚洲第一大平原 西伯利亚平原 都在这里 他们的猎疤不仅能吃 还可以用来磨刀 被称作战斗民族 雄见了都要跑 常常因为过于飙悍而霸品热搜 虽然人少 但艺术造诣极高 文学有普希金 契克夫 托尔斯泰 音乐有采可夫斯基 舞蹈有芭蕾舞剧 天鹅湖 教堂有数不尽的洋葱头 宫殿有东宫和叶卡吉林纳宫 就连建个地铁 他们都能给你整出 欧洲皇宫的感觉 不仅有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站 而且建得比博物馆还美 两百多个地铁站 你甚至找不到重样的 难免让人有种错觉 这是我花几块钱 就能来的地方吗 同样是坐地铁 你是在赶时间 俄罗斯人却在逛宫殿 我们的外卖叫饿了吗 俄罗斯的外卖叫饿死了吗 管你饿不饿 反正我累了就要休息 钢铁的外表同样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您最想和谁一起去旅游呢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中国最值得旅游的十大五围景区 走过一遍此生无憾 看看您去过几个 一 看海水沙滩 无知周岛 踏海浪 晒太阳 每一秒都是风景 二 看祖国山水 黎江 打卡二十元背景 逐发漂流 赏百里画廊 三 世界七大奇迹 八大岭长城 看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造工程 四 看长江峡谷 三峡人家 赏美景如画 体验土家族文化 五 看江南水乡 乌镇 走走泛着青台的时间 梦回烟雨红尘 六 世界文化遗产 古浪雨 探索神秘的巷子 没有目的的浪费时间 七 看宏伟宫殿 故宫博物院 一夜梦回紫禁城 八 中国最大的火山湖 长白山天池 火山温泉 雪域漂流 体验朝鲜族文化 九 看彩色湖泊 九寨沟 闯入梦幻的童话世界 十 看中华民山 泰山 在天下第一山 赏中国人的旭日东升 中国唯一一个 长江黄河干流的流金的省 您知道是哪里吗 面积比日本加韩国还要大 人口堪比整个德国 不仅是中国旅游第一大省 还是中国唯一一个 拥有五种地貌的省份 它就是世界泡菜文化的发源地 四川 都说四川男人怕老婆 但是流行怕耳朵的四川 却有很多让中国人骄傲的地方 全世界每五十个人 就有1.5个人会说四川话 上海家庭每五盏灯里 就有一盏是四川点亮的 省会成都是亚洲第一个 被联合国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的城市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诞生的时候 欧洲人还在玩石头 四川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 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既有万里长江定一城宜兵 也由九曲黄河第一弯若而盖 号称千河之省 最高山贡嘎山的高度 相当于四个黄山 五个泰山 在四川几乎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走的人都会打麻将 这里是中国九文化之乡 也是中国四大菜系川菜的发源地 四川除了有中国四大佛教民山 峨眉山 中国四大道教民山 清晨山 中国现存最大的磨牙时刻 乐山大佛之外 还有很多世界之最 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完整的熊猫栖息地 卧龙 世界水井之最 九寨沟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盖化彩池群 黄龙 世界上年代最求远的水利工程 都江燕 世界上最早的纸壁 焦子 虽然说四川人像熊猫一样懒 能躺着绝不坐着 但是国家有难 四川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当年三百五十万川军将士 义无反顾的初川抗日 年龄最小的不到十岁 六十五万人血洒将场 每山王五个人 就有一个是川军 放我河山 虽远必诛 这样的四川 您就说牛不牛吧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中国 您知道是哪里吗 它的面积是北京上海天津总面积的2.4倍 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 相当于1.5个北京 3.4个韩国首尔的人口 它就是中国美女最多的城市 重庆 这里有世界上最复杂的立交桥 楼顶可以开车 轻轨可以穿楼 导航在这里会死机 反而出租车司机才是导航 当你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在一楼 但其实你却发现自己在楼顶 这里有中国最深的地铁站 红岩村站 站点最深相当于39层楼那么高 光进个站你就得花10分钟 这地铁过去三趟了 你都还没有到地下呢 虽然是八地魔幻的山城 但是交通非常便利 这里有21个高铁站 放免全世界除了重庆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做到 这里还有各类桥梁14000座 拿下五项世界第一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桥都 重庆在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世界之最 有着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生产基地 世界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 重庆的美景也很逆天 这里有世界自然遗产天坑地缝 世界三大洞穴的芙蓉洞 世界上最著名的长江三峡 千语千寻的红崖洞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摩崖石刻 大足石刻 玉水搭桥逢山开路是每个重庆人的写照 重庆的山火只用了六天就扑灭 而类似的美国大火烧了三个月 澳大利亚的大火烧了六个月 美国和澳大利亚山火蔓延时 百姓都是拖家带口开着车逃跑 而重庆人民却没有一个退缩 当地90%的摩托车奔赴火场 创造了属于中国人的奇迹 这样的重庆您就说牛不牛吧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每个月最适合去哪里旅游 你知道吗 这份攻略一定要收藏 肯定用得上 一月份去哈尔滨 这个时候刚好能遇到它最美的样子 看一看索菲亚大教堂 初来就是著名的中央大街 二月去海南岛 在寒冷的冬天感受阳光沙滩 椰树海鲜 二月份的海南依然为你保留着暖意 三月下江南 在烟雨朦胧中走一走青石板路 感受小桥流水 四月去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 曾一艘足阀泛舟游壶 赏十里画廊 十分惬意 五月去云南 苍山雪 尔海月 在大理丽江 邂逅一段属于你的风花雪月 来这里享受慢生活 再适合不过了 六月去张家界 在这里你可以呼吸到纯净的空气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进入夏天的准备 不如来这个天然氧巴躲一躲 七月去青海 剩下的青海湖油菜花 在纯粹的蓝天白云下 仿佛置身梦幻先进 八月去湖北恩施 打卡仙本纳同款 平山峡谷 住一住地心谷的悬崖玻璃房 是剩下避暑的最佳选择 九月去新疆 品葡萄美酒 吃甘甜瓜果 尝肥美牛羊 湛蓝的湖水 配上绝美的雪山 这时候是新疆最美的样子 十月去敦煌 打卡世界遗产 敦煌莫高窟 漫步明沙山 欣赏月牙泉 仿佛穿越回丝绸之路 十一月去九寨沟 万物凋零的季节 九寨沟依然美得像个童话世界 十二月去长白山 据说看过天池的人 都会幸运一整年 关注罗飞飞 所不出户游世界 中国最适合穷游的五大城市 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景 建议先收藏 肯定用得上 一 青岛 三天两晚 人均六百 海鲜又便宜又新鲜 去海鲜市场挑完就加工 超级美味 人均一百就能住上海景房 青岛最美的景点 都集中在海岸线 战桥八大关 门票不超五十 二 重庆 三天两晚 人均八百 大部分景点都免费 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 住宿选择解放碑 两块钱就能体验 穿楼而过的轻轨 人均两百就能住上江景房 吃火锅不要去网红店 巷子里的便宜还好吃 三 长沙 三天两晚 人均一千 景点基本都免费 住宿选择五一广场附近 火爆全网的茶烟月色 一定要喝臭豆腐 猪肉拌粉 小龙虾 鸭掌筋 超多美食 爱吃辣的朋友到长沙 简直太幸福了 四 西安 三天两晚 人均一千 住宿建议选择中楼附近 去哪都方便 来了西安就是吃货的天堂 这些小吃都是必吃的 景点更不用多说 记得晚上要拍西安夜景 比白天更容易出片 五 成都 预算五百到一千 穷游首选地 遍地都是美食 处处都是美景 看精彩的川剧便脸 和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合影 关注罗飞飞 带你走遍最美中国 这期旅游视频可能会得罪很多景区 见一些收藏 肯定用得上 第一 千万不要在北京报任何的一日游 北京的交通非常便利 而且门票很便宜 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门票 也才四十块钱 可以玩上整整半天 而旅行团基本都是购物团 让你买的都是义乌批发的小饰品 第二 去大理 千万不要买银首饰 不是行家的话 你分分钟被宰 丽江的茶马古道真的很坑 起码一个小时收你三百多块钱 而且环境非常糟糕 第三 在青岛 千万不要去啤酒屋吃海鲜 三十八亿只的大虾 吃到你怀疑人生 路边普通的啤酒屋 吃海鲜 喝哈皮 人均才不到一百 第四 去上海 美丽的外滩夜景是必须要打卡的 但是千万不要坐外滩观光隧道 五十块钱你只能看到三分钟 丑到爆的灯光秀 两块钱做个轮渡 吹着江峰看夜景 它不香吗 第五 去重庆 千万不要去那些所谓的网红火锅店 巷子里的火锅才是最正宗的 人均五十就能吃到爽 千万不要去慈禧口买特产 网上随便一搜就有很多 还更便宜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有用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关注罗飞飞 教你旅行不踩坑 中国唯一一个既能避暑又能避寒的地方 明知道是哪里吗 曾一举打败日本俄罗斯等旅游圣地 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入选国家地理杂志的地区 被调侃最没有存在感 却拥有中国最丰富的自然资源 被央视和人民日报无数次点赞 它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云南 出门骑大象 家里养孔雀 那你太不了解云南了 与越南缅甸老挝三个国家接壤 虽然云南90%都是山地高原 但却拥有很多世界之最 这里有世界上双胞胎最集中的地方 墨江 世界第一高桥 北盘江大桥 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 三江并流 世界上最古老的少数民族 象形文字 东巴文 就连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 纳西古乐也在云南 中国56个民族 云南就有52个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村落 云南民族村 云南的美景也很逆天 除了人间天堂 香格里拉 热带雨林 西双版纳 大地雕塑 圆阳梯田 神秘女儿国 卢沟湖之外 这里还有世界上最深最窄 落差最大的峡谷 虎跳峡 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海 罗平油菜花 荣获六项世界第一的 醉牛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 世界上出土恐龙化石最多的地方 鹿峰 世界上最温暖的雪山 玉龙雪山 如果人间有一抹春色让人留恋 那一定是七彩云南 这里有四季如春的花都 昆明 世界文化遗产的浪漫水乡 丽江 世界茶园的绿海明珠 普尔 风花雪叶的文献民邦 大理 中国石榴之乡 过桥米线之乡 蒙字 动植物王国的孔雀之乡 西双版纳 这样的中国云南 您就说牛不牛吧 关注罗飞飞 带你看不一样的世界 我的身后就是耗资八个亿打造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舞台 重庆1949大剧院 今天花了三百多挑了一个最中间的位置 演出开始瞬间就穿越回了1949年的山城重庆 剧场最高落差28米 舞台上有五个环 独立运转 可以转换出六千多万个场景 如果说想要把表演看完整 至少需要看三次 重庆的吊酒楼 瓷器口码头 扎子洞 白宫馆 铁牢 真实展现了当年老重庆的风貌 演员真的太卖力了 上百人吊着薇亚在空中奔跑 看的人头皮发麻 有一种专属于中国人硬朗的美感 当演出高潮叠起时 不仅舞台会360度旋转 连观众席也会跟着旋转 音乐舞蹈戏剧与立体的多维感官冲击 真的太震撼了 沉浸是体验同一时间 不同角度 不同场景带来的视觉盛宴 简直是一秒钟都不愿意错过 再看看这个还原度 直接转到我眼前的场景 身临其境 仿佛被卷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舞台上的120位演员 在上面演出一定非常的自豪 全体地下导演 让组织报道 原来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那些伟大而渺小的凡人 用一座城的记忆 致敬一座城的心神 我们这里是 王庆 冠礼长城十三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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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座24小时有武警看守的桥 也是一座司机经过时都会鸣笛致敬的桥 这座桥叫做鹿江大桥 位于西藏昌都巴塑县境内 1991年川藏公路上鹿江大桥修建完成 成为了中国当时跨度最长的大桥 位居亚洲第二 新桥修建完成以后 旁边有一个旧的桥墩没有被拆除 孤独的屹立着 碰到藏族的节日 当地百姓还会为这座桥奉上洁白的哈达 这座桥为何有如此之高的待遇呢 那是因为1953年在修筑这座大桥的时候 有一位战士因为劳累过度 不小心掉进了十多米高的桥墩里 混凝土迅速凝固 当时条件有限 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将他救出 无奈之下 只能含泪将他注入到桥墩之中 这不仅仅是一座桥墩 更是一座纪念封碑 因此被保留了下来 大桥的后方是险峻的七十二道拐 可想而知 当时修筑穿杖线时有多么的艰难和危险 在修筑过程中 平均每一公里就有一名战士倒下 真是一命换一公里 没有人生来伟大 只是有些人做了伟大的牺牲 英雄不应该被遗忘 铭记历史 向英雄致敬 关注罗飞飞 为你分享更多精彩内容 中国最大的村子 你知道有多大吗 说出来你可能会被吓一跳 它的面积呢 相当于七个深圳 二十一个新加坡 四百六十八个澳门那么大 而且这个神秘的村子 千百年来无人知晓 村民们一直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 直到上一个世纪 五十年代才被世人所熟知 因为想要到达这个村子 需要穿越二百七十多公里的沙漠 它就是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 沙漠深处的达利亚布衣乡 它是中国最原始的乡村部落 也是最厚的沙漠部落 虽然总面积有 一万五千多平方公里 但却只有两百多户人口 仅有一千三百多人分散 居住在这浩瀚的沙漠之中 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地广人西 这里生活着神秘的克里亚人 他们至今仍然保持着古老的生活习俗 他们的主食是羊肉和面饼 村里面的房屋都是挨着胡杨林而建 用胡杨木做支撑 用红柳枝做围墙 几乎与世隔绝 非常原始的风貌 堪称隐藏在沙漠之中的世外桃源 那克里亚人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关于他们的来历 有人说他们是本来就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 也有人说他们是西藏阿里古格王朝 来到这里避难的后裔 还有人说他们是2000多年前突然神秘消失的 楼兰谷国的后裔迁徙过来的 但如今的克里亚人 已经被化为新疆的维吾尔族 他们的外貌体征和欧洲人极其相似 关于他们究竟来自哪里 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总之呢 这片大漠深处的桃花园 正渐渐地向世人展示他神秘的面纱 你想和谁一起去看看这原始沙漠部落呢 关注罗飞飞带你了解更多的祖国大好河山 来成都可以不去看熊猫 但是呢一定要带孩子来一趟人民公园 来看一看这座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它是一座无名纪念碑 没有署名 却代表着无数牺牲的英雄 我希望每一位刷到视频的人 都能够花一点时间认真地听完 这张照片呢 当时是记录着初穿抗日的小战士 扛着比自己头还要高的枪 穿着草鞋 背着破旧的装备 稚嫩的脸上充满了坚定 不知道你看完之后是否跟我一样 久久不能平复 我相信您肯定听过一句话 叫做川人从不复国 1937年的7月7日 卢沟桥的一声枪响 日本全面开始侵华 350万川军将士立士 就算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 也要把日军赶吃中国 他们满腔热血 身穿单衣 脚踏草鞋 扛着土枪和大刀 义无反顾地出穿抗日 要知道当时的四川是大后方 日军没有进入过四川 如果说贪生怕死 大可狗血偷生 置身事外 但是呢 他们却毫不退缩地参加了那一场又一场惨烈的战争 还发出敌军一日不退出国界 川军则一日势不还乡的呐喊 川军人数之多 牺牲之惨烈 位居全国之首 据当时的资料统计 全国每五位军人当中就有一位是川军 所以才有了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而其中六十五万的川军将士 更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最小的只有十岁 在1937年 松户会战爆发之后 川军的第二十六师主动请因上战杀敌 他们甚至早就已经写好了遗言 日扣不退 川军不回 和敌军奋战七天七夜之后 五千人的队伍牺牲了四千四百多人 腾线保卫战伤亡人数又是五千人 台二庄战役 五千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了十七人 其中仅西冲县就有八百双十出川 仅一人生还 川军老兵苏国章兄弟四人出川抗日 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 像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故事 在当时的四川是数不胜数 甚至有人说 没有川军 何来的台二庄大姐 他们当时穿着最简陋的巡军装 在吃的不够 伤了无药可依 装备最差 连装备最好的队伍 都已经撤退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一批川军队伍 打出了中国人最后的骨气 和尊严 打出了四川不灭 中国不亡的壮志 川军百万魂作骑 蜀山难归悼念词 为了纪念在战场上牺牲的将士们 在1944年修了这座雕像 1989年重建 他的原型是川军蟑螂轩 但雕像的背后 却代表着一个个 跟他一样的无名英雄 八年的抗日 350万的川军将士 走出四川抵御日控 超过65万的川军将士 战死沙场 何其的惨烈 但是这65万将士的英魂 却唤醒了无数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使中国民族的凝聚力 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86年过去了 战争早已经结束 我们的国家也变得了强大了起来 但是呢 那些血泪般的历史 不容我们忘记 这些曾经为国牺牲的将士们 我们不能够忘记 无辈当自强 致敬先烈 中国最幸福的城市 您知道是哪里吗 它是中国众多城市中最特别的存在 也是少有的能遥望5000米雪山的公园城市 在这里工作可以一般 但吃喝玩乐绝不能将就 吵架可以让步 但打麻将绝对不能认输 它就是第31届世界大运会举办地 成都 虽然它有很多高大上的头衔 中国新一线城市 中国十大古都之一 中国最幸福的城市 但成都打出的口号却是 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虽然很多人为了大熟猫来到成都 但却迷失在街头茶馆和麻将桌里 如果你和成都人相处一阵子 你就会发现他们不仅颜值高 性格豁达 而且吃喝玩乐样样在行 其实也不怪成都人贪玩 因为成都真的有太多好玩的了 天晴就去人民公园喝茶晒太阳 闲了就去景城湖骑行散步 兴致来了就去新龙湖湿地露营 有空了就去夜爬龙泉山看日出 饿了就去吃火锅 啵啵鸡和蛋蛋面 而在众多美食中 成都人尤其爱吃兔兔 成都虽然晴天少 但成都人心情长眠放晴 无论面临何种窘境 也只是淡淡的一句 大事绝不慌张 小事更是酸了嘛 对于很多成都人来说 吃着火锅唱着歌 领完工资打麻将 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但成都人不是不忙 更不是吃不了苦 恰恰是狡笑的这片热土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才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平稳生活 毕竟钱是赚不完的 生活才是自己的 您说对吗 经常有人问 为什么成都能连续14年 位居中国最幸福城市榜首 非要说原因的话 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活在当下 关注罗飞飞 为你分享更多精彩内容 他被称作中国最黑的地方 提到他90%的人 想到的不是煤 就是醋 不是黑 就是酸 但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能够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离不开他的默默付出 可以说全国一半以上的电灯 都是他点亮的 他就是中国煤炭大省 山西 虽然山西把浑州的环境 留给了自己 却把能源送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照亮了大半的中国 山西的煤层虽然很厚 但是比它更厚的是山西的文化 都说三千年历史看陕西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 四千多年前 史前三圣 瑶 顺宇 都在山西建都 开启了华夏文明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有山西的五台山 中国四大石窟 有山西的云钢石窟 中国四大名楼 有山西的冠阙楼 中国四大古城 有山西的平遥古城 中国四大名酒 有一个叫山西焚酒 中国五月明山 有一个叫山西横山 世界三大奇塔 有一个叫山西的印线木塔 我们的母亲河 从高山流上大海 唯独把魂流到了山西 那就是山西的虎口瀑布 山西可以说是人才辈出 四大美女中的貂蝉 杨玉环是山西人 中国唯一的女皇 武则天也是山西人 而且现在的山西 一点都不弱 从高铁到航天 都离不开山西力量 山西虽然GDP很落后 但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山西人的无私奉献 1990年亚运会 山西全省2700万人 其中就有1000万人参加了捐款 人均收入全国垫底的山西 但捐款的时候 总数却占到了全国第一 2008年 汶川地震发生以后 山西各界民众捐款超过1.5亿 总捐款还是全国第一 山西给全国人民 默默付出了几十年 却只想着付出 不求回报 山西5000年的文明 惊艳了华夏震惊了世界 这样的山西 您就说牛不牛吧 让我们一起为山西点赞 你见过女人选美 但不一定见过男人选美 你听说过越南 但不一定听说过越西 它是来自四川大梁山深处的 美丽秘境 也是少数民族 遗族同胞的家 越西是文昌故里 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还有迷人的山水风光 可谓眼睛和心灵都在天堂 美年的农历6月24 是遗族儿女最欢乐的时光 走在千人大巡游的队伍中 身穿盛装的遗族儿女脸上 洋溢着喜悦 丰富多彩的遗族服饰 让人目不暇接 每一款都十分精致 道田里的民族时装秀 更是让古典美和大自然完美融合 分外动人 摔跤大赛一定不能错过 遗族男儿们的精彩决斗 绝对让你热血沸腾 当然越西的选美比赛 更不能错过 这里有貌美如花的姑娘 还有阳刚英俊的男儿 竟显新中国儿女的朝气蓬勃 月西火把节的开幕式 更是一场视听盛宴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和遗族儿女一起欢快地跳打梯舞 欢声笑语点燃了月西的夜空 夏天只有20度的月西 你一定会爱上它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火把节的快乐吧 世界上最美的秘境在中国 您知道是哪里吗 这里不仅拥有世界上 唯一一个地球的边缘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温泉瀑布 虽然没有新疆和西藏遥远 但却拥有很多世界级的美景 其面积相当于三个以色列 80个新加坡 200个马尔代夫 它就是外国人都疯狂点赞的神秘区域 大梁山 虽然多数人都没听说过 但它却是中国最大的遗族聚集区 被称为断崖的地方有很多 但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地球边缘的地方 只有梁山州的龙头山大断崖 近90度的断崖落差高达2000米 无比震撼 如果你想看海 但是觉得三亚太遥远 那就到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 西昌琼海 感受三亚同款白色沙滩 西昌更是举世闻名的航天城 嫦娥在这里奔越 北斗在这里腾空 中国最美湖泊 卢沟湖 有一半就位于梁山 也是名副其实的高海拔 世外桃源 这里有中国最悲壮的铁路 陈坤铁路 30多万人修了13年 平均每500米就有一名战士牺牲 被联合国誉为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袭击 除此之外 梁山还有很多世界之最 世界排名前十的水电站 梁山就占了三座 不仅有世界上最高最薄的水电站 乌东德水电站 还有单机容量世界第一的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 世界罕见的蜂窝建筑群村落 俄亚大村 过去有一期多夫制 简直就是女人的天堂 这里还有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 地下2400米 相当于800层楼高 梁山的绿色生态农产品 更是远消国内外 每一个都大有名气 梁山的遗族活把节 是每年最盛大的节日 全民放假7天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欢聚在这里 激情活把节 祝你红红火火 选美大赛的遗族儿女 绝对让你大饱眼福 摔跤比赛的精彩决斗 肯定让你热血沸腾 来到梁山你才会发现 我们的祖国从未放弃任何一个角落 即便是在这云贵高原之巅的深山里 也能处处看到祖国的关怀 和乡村的振兴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美丽的大梁山越来越好 自乐跟店